參選國民黨主席的前副主席 詹啟賢接受新聞深喉嚨專訪 大談自己的政治特色 面對國民黨主席的必考題 九二共識 首度在媒體前公開想法 還加滿爆料 洪秀處的兩岸論述 就是自己寫的 我可以告訴你 那是我寫的 現在所談的 在一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的基礎上 探討和平協議的可能性 我認為這可以試著大家來談一談 裡面沒有什麼曖昧的地方 我當然是台灣人 我當然也是中國人 先前擔任副主席期間 曾傳出因為處理黨產問題 與主席洪秀處意見分歧才會請辭 本人對此作出解釋 由黨中央來說 我是希望黨中央對這個事情 來龍期末自己做一個比較圓滿的收尾 但是事後很顯然 這些講來講去的人沒有把事情做好 對外要處理黨產問題 對內卻爆出大量黑道人頭 黨員入黨 詹啟賢要求嚴格審查入黨動機 至於是不是黑道有待釐清 假如候選人能夠訴諸於理念 讓這一些黨員投票的時候 能夠本著怎麼 哪一個候選人是對黨現階段 能夠帶領他走出困境改變黨 讓這個黨能夠讓社會上重新受到肯定 以這樣的一個高度去思維去投的話 無可後悔啊 詹啟賢競選之路自信滿賣 藍魁選舉爭霸戰持續升溫 記者謝軍眾周世平台北報導 motives 詐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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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的 走 沒努 知道